二三七一 行因某境 行因气象定中出相 这一段对出息货来讲它很难 记得凡夫只能到色受想 凡夫的生活 他只能到色受想 想就是主观跟客观 他生活就是这样 到行因它是内心的问题 维系生命内心的问题 知见的问题 这个一般人没办法去觉察的 再来 上一次在任言经讲义的时候 我叫你把笔拿起来 里面一直做笔记 写了很多笔记 为什么 叫做强化你的观念 强化政治正见 那么你今天来讲 经文似乎就练过去而已 就绝对不会再加 哪一个字哪一个字 那这个经文也没人看得懂 就说后面的白话文来解释 你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所以有时候一堂课就会变成一辈子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课程 一个遗憾 那现在我们就看经文 因为我们在讲义把经文解释得非常非常详细 一次又一次的解释 所以在这里只念过而已 不再重复 经文 阿难 比善男子修三墨地 想因尽则四人 平常梦想消灭 妩媚恒衣 绝命虚净 犹如晴空 无腹出众 虔诚影视 观诸世间大地三合 如敬见名 来无数年 过无踪击 虚受照应 疗防 晨曦 为一经真 生灭更年从此披露 见诸十方十恶众生 必胆其内 随未同其革命游戏 见同生机 犹如野马 以轻饶为福根尘 究竟书谢 此者名为行音趣 翻过来 诸世 说世人平常梦想消灭 平就是平等 常就是常住之性定 梦就是如梦 想就是想音 为此人持信平等 常住于性定 一切如梦之想音 皆已已灭除 为什么叫做如梦 因为已经破了主观意识心 它客观的外在环境 因为想音是能锁 注意 想音是违心 它没有静 就是心自己执着 自己想法 自己观念 落入那个违续生命的东西 物闭也很一样 物就是行 闭就是睡 为睡时无梦 醒时无妄想 其心始终清静如意 因为能锁已经破除了 主要讲到能锁破除了 是指第六意思 而行呢 那就麻烦了 叫做违细生命 绝明虚精 本觉妙明之心 清虚 虚 激净 游的清空 以想音 尽者 心如清空 竟无云意 无腹出众 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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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前的五臣 影诚就是落下的影子 也就是法成 所以这座诸位哦 你看到了天地万物 落入你的心 其实就像在演电影一样 演电影一样 诸位哦 语言 文字 观念 妄想 执着 通通是你本性中 在生灭的电影 生灭的电影 所以你要看 一定要看到那个电影的 那个那块白色的荧幕 当下就是 不争不减 不来不弃 不够不净 也能起作用 那师父前几次 有用这个电影的 白色的荧幕 来比喻作真乳 所以在这中 以法成 且以响音为题 响音寂静 法成便无所义 此则前成便再也 无法成就 落下的影像之事 所以在这中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就是指这个 落下的影视 如静见明 来无所年 过无中击 如镜中所现的影像 误来的时候现影 但镜体本身 对镜中的影像 却毫不粘着 因此误过影像之时 静体也不会 将那些影像 留下一点点痕迹 在这中央 执着就像一把刀一样 大的执着就是大刀 会砍伤你的内心的真乳 小小的执着 就是一把小刀 也会划伤你的清静心 千万学习辅导 只有两句话 一 招就不对 二 奥就不对 就是我写的法 写的法本来要解脱的 你这样拿这个法来 骄傲自己就更糟糕 是不是 因此任何的招 招就是刀会刺伤自己的 所以万法 就是这样子 随着种种姻缘 了解姻缘本身 就是空性的东西 万法毕竟空急 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执着 那么好好的过你的责任 过智慧的生活 接下来 2373吸收照应 为底线路镜一般 只是吸收 镜照及反应影色 而镜中之影像 并无实体可得 故隐吸收 注意 镜中的影像 就是离尘无自体性 离尘无自体性 影像由成而来的 离尘就没有这些影像 尊如是离尘有自体性的 所以 常常讲说 似乎我实在不能体会 离尘无自体性 就是这个 镜中的影像 就是离尘无自体性 它是由像 镜 去显露 投射 在你的真如的 清净心里面的影像 如果了像 就是犯 那么就是真如 所以万法 回归当下 就是在了一切像 其实就是心中的影子 心中的影子 这句话背起来 一辈子就受用了 你今天你实施 所有的执着是什么 因为那个观念变成一种观念 变成一种观念 八 才色名色色 变成一种观念 这就是重要 不是没你 可以让我们 欣赏执着的 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 知道吗 男人之所以 摊着 女色是本身 男性的荷尔蒙 冲昏了脑袋 男性的那个荷尔蒙 那个精虫 冲昏了自己的脑袋 所有的眼睛看出去的 明明很老的 也觉得很漂亮 是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当兵三年了 母猪也变貂蝉 就是这个道理 这句话讲了 虽然有点粗俗 其实就是真的 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没你 会引用人家的 跟外在的境界 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真修心人 是你内心里面的习气 习气 荷尔蒙 一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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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搞酮素 非常多的时候 它有本能 就冲动了 所以 不在于外境 在座主委 这个就是告诉 了解 万法为心所造 那我们的身体 这个荷尔蒙 它会触动 你那个念头 冲动 所以你 时间到了时候 你一直想要完成 繁衍后代的这个责任 以前有那个 没有读大学的同学 他就是 假准 假准就是跑船的 跑船的 所以这一出去 就是半年 很远的 船也说 开到非洲去 对不对 那之后就讲真话 那么你开到非洲去 一个男人 你就知道 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男人 有这样子的本能 一上岸 当然第一件事情 就是喝酒 戏酒 就是女人 我说 那个非洲的欧如露 你这样习惯吗 他说 那个时候 哪里管黑的白的 这个就是欲望 这个就是告诉 因此我们就了解 我们 不是境界的问题 是 唯事学 万法为心所造 其实跟境界 没有任何的关系 如果你 克制得了 这一念冲动 能够了解 不尽 苦空 无常无我 嘴在嘱咒 你观想一个女人 就这样观想 头发 剃掉 如果她这样断气 倒下来 不收拾 她的尸体 就会慢慢地流出 尸体的水 你再来 接着就会长虫 长虫再来 就会 很多 肮脏的东西 从这个 你所谓的美女流出来 流出来以后 你还闻到恶虫 慢慢慢慢地 全身都是虫 不要火化了 再来 剩下一堆白骨 白骨拿去火化 剩下这骨灰 骨灰做什么 拿去种树 那棵树 旁边 那个土 获一获 我们 全身的 养分材料 够 两块八毛钱 碳酸淋钙加起来 两块八毛钱 人的身体 火化以后 营养 这个养分 碳酸淋钙 两块八毛钱 台币哦 还不是人民币哦 你看 人是活着的时候 是还有一点看头 还有一点说 什么身份地位 什么名人 人一死亡以后 就是那堆骨灰 人来自一城 又回归到大地 城 所以人类的那种对财色名十岁的执着其实是莫名其妙的 你知道吗 是莫名其妙的 你看啊 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死后会化成一堆骨灰 很清楚的会化作一堆骨灰 但是我们那种贪婪的习气就是断不了 贪到什么就贪 财色名十岁没有一种东西不贪 可是我们也明明知道我们会化作骨灰啊 所以年轻的有个年轻人 他说这个女色这一关啊 他很麻烦 他就是断不了 自己啊 有时候年轻人会手赢啊 虽然他也不敢去玩你人 但是他会 会犯一些 佛的这个借力啊 他说我知道这样不好 我说那你有没有做不进观 他说有啊 没有用啊 他说你有没有做无参观 有啊 观啊 通通观啊 那就不好啊 不好 我说年轻人啊 难免的了 那就把你的体力啊 耗在这个运动啊 拜佛 念佛啊 放在这个慈善里面 慈善里面 慢慢就会改善 所以这次主要 讲到这个 镜中的影像 无实体可得 这个就告诉你 我们今天的 执着跟分别是毫无理由的 而且我们今天所过了 这么痛苦的生命 也是毫无理由 莫名其妙的妄想 莫名其妙的执着 莫名其妙的 百般的计较 都是莫名其妙的 毫无根据的 其实我们是可以 可以过得很快乐的日子的 记得 记得完全放下的那一念 日子真的是 像佛一般的解脱自在 胆一旧境 生命根源从此毕露 生命根源指行音 生命根源含有第八意识 两个 注意哦 生命根源含有两个 注意指行音 还有生命的根源含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是最极维系的生命根源 你要劳劳记住 这个生命根源不是只有指行音哦 这一点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的生命根源 这指行音 那所然的行音从哪里来呢 行音这样从第八识的种子显现出来吧 对不对 所以生命的根源有两个 一 维系的生命是行音 还有一个最极维系的 第八意识 千万不能弄错 所以指行音含第八识 以及第八识中的七识的种子 全部通通是 有维系的生命 为行音之根本 所有生命皆由此流出 在此之前行者之行音 为响音所复 故不能见 如今行音寂静 生命根源之行音 从此披露 披露揭开显露 十二众生就是十二类生 必当其类 必就是完全 当然就是近 所谓通其革命游戏 通就是通达革命游戏 各自生命之根源 端性 也就是世音 见同生基 同就是众同分 生就是生死 基就是基础 这个我们在 那年经讲义就讲了很多次 就是一直在重复了 为明见同分之生死基础 这个是指行音 乃是七世的种子 犹如野马 野马就是野马 尘埃 与阳印相同 也就是海誓圣楼 为但有其相 而无体可得 庄子逍遥 逍遥有 这么说 野马 尘埃也 生物之以食以相 吹也 这野马 是指 天野的浮游水气 事由若无 本来是一种 尘埃 奔腾 就像野马在跑一样 事由若无 所以这个野马 跟海誓圣楼 表法是一样的 是尘埃也 生物之以食吹 食相 食相就是呼吸 我们食相就是风吹 就是食相 吹也 吹也就是 生物的吹 一种呼吸 一种动态 生物之以食相 吹也 吹就是风在吹的一种像 所以这个席啊 就是风吹的意思 风吹了 然后啊 早上啊 这田野的浮游的水气啊 微风啊 这样一吹 好像在飘 又好像有 又好像有 有一点在 粘在地上 又有一些扑上来 可是也不是很大的动作 这野马就是尘埃 生物之以食相 吹也 所以海市圣楼 是阳光啊 可露凉眼啊 那么这个野马 是庄子的 这个田野的浮游水气 意义清扰 意义就是威名 清扰 其体轻轻扰动 此为描写行音悠言 维系之动向 也就是其生命之相 为福根尘 就是福根尘成 也就是指一切众生之根生 究竟输泄 究竟转一了 输泄就是输尼 也就是决定的关卡 为众生之根生 是否能转一 众生之根生 是否能转一啊 即以此行音 能否得破 作为决定之关键 已有行音故 生死门 方开 根尘因此出现 生灭 此相不尽 生死难脱 一贯 阿难 比透过响应时尽之善男子 修三摩地 其响应若尽者 世人持心平等 常住性定 一切如梦之响应 已尽消除灭尽 无时无想 每时无梦 其心清静横一 本皆妙明之情绪寂静 犹如清明之空 尽无云意 以响应以禁故 无父亦以响应之初衷 现情无成落下之影视 以无响应之居之故 其心毫无留置 所以关注世间 大地山河如尽之贱民 无言来现之时 尽亦无言亦无所拈着 悟过一面之时 尽中也无终极之可得 彼心如镜丹西受建造反应而已 并无尽体一镜中来气 向灭之时 诸世中了然网友晨曦 旧色的习气之迹象 留下来 唯存一次经之真体 就是第八本事了 一世一切 神灭根源之行音本体 从此披露显现 故得见诸十方之十二类众生 且毕竟淡尽其类 虽有未通达其各自生命 只更有端序 就是世音了 但已经明见其同分 生死之基础行音 见其一路野马尘埃 扬眼海事甚楼 以威名其体轻轻 威续扰动 是为一切众生福根事成所成 而至更生 能否就静转移解脱 至书谢 关键 此则明为本性 被行音 去聚于其侠义之中 接下来是行音静相 定中的梦相 经文 若此轻饶意义原性 信入原尘 一尘原喜 入破了面 化为沉水 明行音静 自能则能超越 自能则能超 众生者 观其所有 幽影妄想 以为其本 注释 意义原性 意义生命之根源 性体性 就是第七世 信入原尘 原尘之本源 澄清者指第八世 为此第七世 信入一半源 澄清 指第八世 若不然灭 以行音灭 一切 世浪 皆灭 由于响音如红波 行音如细浪 世音如无浪 之潜流 所以再就之为 第八意识 善且 还有潜流 潜流就是 表面看不出来 最维系的 生命 那么 真觉体性 如湛染之水 所以这个要背一下 响音如红波 行音如细 一浪 世音如无浪 之潜流 真觉体性如 湛染之水 化为沉水 未以行音灭 行音归入于世音 所以行音之西浪 进化为世音 无浪之沉水 众生者 前面经文中 解释众生者说 之间每一流一世间 夜印 每场迁移国度 相知望尘 名众生者 一观 若此 枪轻扰动 意义生命之根源 体性 第七事 气性 入一半 原 澄清之 第八事 一旦澄清了 第七事 行音 半原之 众息 心海之中 便有如波兰 息灭一般 所有的执着 做平静 所以大物的圣人心 是平静的 只要你的心 还有祈福 你就不是一个圣人 此时行音之西浪 进化为世音 无浪 只 虽成清 但善有流水 这里 如果不加几个字 看不懂 此时行音之西浪 进化为世音 无浪 知 水 沉清 但善有流水 虽然 清净了 但是还有流水 不是不动的真乳 还有流水 只是眼睛 看不到 一般人 难以解察而已 还有流水 即明此为行音 尽相 世人 则人 超越众生主 超越之后 反观其行音之所由其 原来是从 忧言之妄想 以为其生气之本 翻过来 行音是尽相 中间 过程诸相 多两种无因 二见 二无因论 再者之为 这个对初学佛法 根本就不晓得 他在讲什么 如果他有一些理解 还是很有限 因为 讯息的时间 不够长的人 所以这者之为 佛法他很不可思议 你今天 听经文法 记得很陌生 很奇怪 你这样听一听 三年后 你记得 你懂了一些 十年后 你十年前 看六祖堂经 你看不懂 十年后 一直兴许 精进 用功 那 修行是典地的功夫 今天吸收一点 明天吸收一点 十年后 看那个六祖堂经 你会发现 哇 我十年前 看不懂的经典 原来是这个意思 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主委 答案 就是 熏悉的可贵 正法 欣喜的可贵 它是 点点滴滴 累积而来的 没有办法 一触即成 你又不是六祖的 那种根性 对不对 一物 即入如来地 没有六祖那种 六祖那个是视线的 演了一出戏 给你看的 那你就知道 所以 师父鼓励你 来听见文法 就是这个道理 他的心许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行音实践 中间过程诸相 多两种文音 二见 二文论 今晚 阿难当之 是得正知 圣为他宗诸善男子 领命正心 时内天末不得其变 方的经验 穷生内本 以本类中 深言路者 官彼有情 元老动元 以元缅中 其嫉妒者 世人 坠入 二无音论 注释 灵命正心 灵就是定而不动 明就是明解不惑 正心的正词其心 持不起爱求 方的经验 因此才能经验 而破响音 响音即破 行音就现 那么现在就讲到行音了 穷生内本 穷就是穷就 内就是十二类生 本就是生命的根源 意思是这个宇宙当中 为什么有十二类生 这生命的根源从哪来的呢 于本类中 本类是行者之之类 生言路者 生言指生命之根源 自行音 生命根源自行音显露 观彼 幽青 缘老动员 彼 就是指行音 缘就是缘品 十二类生 老动员 一切 扰动之根源 就是七世 为行者此时 一定中观察 行音 幽影 轻轻 而缘品 十二类生 之 扰动 根源 换句话说 十二类生 都是生命 都是业感 业感就不离缘起 业感就不离缘起 因为有业感 所以有缘起 有缘起 才有种种的差别 但是其实是 所有的缘起 都是业 业就是无名的妄动 无名的妄动 其实来自一颗 真如的心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十方的众生 同一个真如 所以我们今天 受了这个业力的 感召六道轮回 实在是痛苦的 很厌惘 换句话说 你今天你过得 烦烦恼恼 什么都执着 什么 包括你的婚姻 让你痛苦不堪 有的搞了算 患忧疑症 幻觉幻听 其实这个都是很可惜 没有办法 把这个真如本性 拿出来用 诸位 其实你的心 是幸福 只是你不会用 其实我们 每一个人 都是幸福的 都是快乐的 都是解脱 都是自在的 都是觉悟的 只因为我们 没有机会听到佛法 而听到了佛法 又记得很深 半路 又退到心 没有办法坚持到底 所以所过的日子 变成非人的生活 本来是可以过如来 清静解脱的 涅槃的生活 但是我们却过着 但是我们却过着不像人 有的人把自己外表搞得邋遢 内心又搞得像发疯一样的 内外都很辛苦 以缘缘中其嫉妒者 为此行者 若以言片之根源中 其念嫉妒之为圣性 也就是将所见到的之行因 记着为已见到的一切法的究竟根本 误认为行因就是真常 此有恶过 一者不知这只是行因之相 等行因今后 还有更极 最极威胁的事因 事因今后 仿是笨解 真如现前 所以此行者 离旧境镇 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后面那个事因 还有后面那个 旧境的真如 不应妄置以为 已经达到究竟了 以此不知喘量及知 故为我所称 二者此行者 见行因扰动之言 即迷恶 不知善有 不扰 不动之真如 而方使本修因 故入其入 因此可见 一如来密因 而修之重要 如来密因是什么 就是开悟见性 不生不灭 诸位 明本心 见本性 就是如来密因 用涅槃妙心修行 就是如来密因 坠入恶无因论 坠入两种无因的邪论 这二件翻过来 二三八零义贯 而然当时是得 政治不造协力 以其什么他原定中 主透过响音 十魔镜之三男子 灵定明洁 不动不惑 政治即信不起爱求 因此响音 十类天魔 不能得其破坏之变 如是方的精心研究破响音 响音即破行音极限 故得穷救十二身内 之身灭根本 也就是行音之体 以行者本类中 身灭根源 行音已显露者 行者 自以定中观察 比行音幽影轻轻 原片十二内身 扰动之根源 也就是七世 而此行者 若以比原片十二内身 此根源中 其希望嫉妒 之为究竟之圣性 世人即因此而坠入外道 之二无因邪论 之二见 气本无因 过气无因 二见了 今晚一者 世人见本无因 何以故呢 世人记得生机 离前破 曾以眼根八百功德 见八万劫 所有众生 夜流万返 时此生彼此见 众生轮回其处 八万劫外 免无所观 便作世间 持登世间 十方众生八万劫来 无因自有 由此基督王正片之 多了外道或福利性 所以我们在那眼睛讲一说 行音是外道的坟墓 掉进去 掉进去 就等同死亡 为什么 爬不出来 那么后面的世音 就是外道的监牢 黑牢 掉进去 也爬不出来 诸事 见本无因 见到此行音 生命之本 本来无因 生机前破 生机生命之书机 就是行音破 就是显露 这一眼根八百功德 乘着清净的眼根手机的八百功德 所以能完全发挥其能见之量 夜流弯返 弯就是夜弯返 就是回缓 随着夜行之流 于夜弯当中 回缓流转 二三八 八万劫外 明无所观 外就是前后劫 再此此前劫 明就是闽难 为八万劫外之前劫 闽难莫变 而无所见 此行者于一世以外 在八万劫外 前无因 后无果可得 王正片之 就是尸弃的 所叫之正片之见 以无因论 破坏 正理因言生法 让一切众生要了解 这个因果 是很可怕的 令众生对于 无因无果的邪见 直无善恶 凡胜之因果 因此造善或修行 皆不得善报 也不得胜果 而且造恶也不受果报 以如是邪迹令众生 不修善 其恶 不修圣行 因此常劫伦理 不得出事故无因论 之恶甚大